安大略省议会今日复会,这将是6月省选前的最后一轮会期,安省省长道格福特领导的保守党将发布大选前的最后一个预算,展示如何恢复经济的竞选政纲,保守党承诺将削减省期游税。福特曾经表示,相关计划将在下一个预算前出台,或者兑现该党在2018年选举政纲当中所承诺的所得税的削减。 选而未决的是安省与联邦政府关于每天10元的托儿服务合作计划,尽管其他省和特区都已经签署了该计划,但安省的计划仍然处于与联邦谈判的阶段。 福特政府的另一个重点是如何应对非涨的房价,尽管民众收入增长放缓,房价在过去10年中几乎是升了两倍。 去年,省政府着急的一个专注于住房承担力的工作组,在其最终报告中提出了多项建议,其中包括增加密度,限制咨询,以快速建造更多住房等。 报告提出了在10年内建150万套房屋的目标。 安省住房厅长克拉克本月表示,他打算在申选前通过立法或监管法规提供一些解决办法,如何恢复经济以及应对住房承担力危机也是反对党考虑的头等大事。 他们在本周议会议复会前表达了该议院。 新民主党领袖霍华斯表示,需要解决导致人们无法负担房屋或者是应对租金非常残酷的住房成本问题。 自由党希望在2018年的省选中大败后,能在今年的省选中夺回失去的席位。 在议会只有党领麦克·施莱纳特有一个席位的绿党则急需增加席位,两党都已经表示会专注于应对住房承担力以及应对疫情的政策。 与此同时,多伦多市选也已经临近,在省长福特颠覆了上次市选,并将选区数量减半后,多伦多将再次出现25个超大选区的选举。 这有利于希望保持其选区席位的老议员们。同时,疫情等公共健康危机消耗了官员们的时间和城市财政。 而关于警察开支、气候行动和枪支暴力的辩论则在未来四年中引见。 安大略省省议会今天复会,这个将会是6月省选前最后一轮的会期。 安省省长独格福特领导的保守党将发布大选前的最后一个预算,展示如何恢复经济的竞选政纲。 保守党承诺削减汽油税,福特曾经表示,相关的计划将会在下一个预算前出台, 或者将会对现该党在2018年选举纲领中承诺的所有瑞削减。 船而未决的是安省和联邦政府关于每日10元的托儿服务的合作计划, 尽管其他省份和特区都签署了该计划,但安省的计划仍然处于和联邦的谈判阶段。 福特政府的另一个重点是如何应对飞涨的房价,尽管民众的收入增长放缓, 房价在过去10年几乎翻了两倍,去年,省政府召集一个专注于住房承担力的工作组, 其最终报告提出了多项的建议,其中包括增加密度, 限制咨询以速度建设更多的住房等。 报告提出了在10年内建造150万套房屋的目标, 安省住房店厅长克里克本月表示, 他们打算在省选前通过立法或者监管的法规,提供一些解决的办法, 怎样恢复经济和应对住房承担的压力危机, 亦都是反对党考虑的头等大使, 他们在本周议会恢复前表达了该议院。 新民主党领霍华斯表示, 需要解决导致大家无办法负担的房屋, 或应付租金非常残酷的住房成本问题。 自由党希望在2018年的省选中大败后, 能够在今年省选中夺回失去的席位, 在议会中只有党领麦克斯韦达持有一个席位的六党, 即急需增加席位, 两党都已经表示会专注于应对住房压力以及应对疫情的政策。 与此同时, 多伦多试选亦都临近, 在省长福特颠覆了上次试选, 并将选区数量减半后, 多伦多将会再次出现25个超大选区的选举, 这个有利于希望保持其选区席位的老议员。 同时, 疫情等公共健康危机消耗了官员们的时间和城市的财政, 而关于警察的开支、 气候行动和枪支暴力的辩论, 即在未来四年中引演。